它的画面不止这么大 所以你的滑鼠滚轮 如果往后面滚的时候 如果你用滑鼠滚轮往后面滚 你会发现 哇你的黑板超大的 你的黑板事实上非常的大 那往前滚就可以 回到你的原来的那个位置 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这个这里有一只手 这只手是可以移动你的画布 所以你可以选择你的画布 这只手的功能 然后去移动你的黑板的位置 这个叫无线画布的功能 所以事实上你的上下左右 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藏东西 所以我们利用刚刚的方式 把你的答案藏在上面 需要的时候呢 你就选就把它拉下来 然后不要就藏到旁边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这个叫无线画布 各位老师你可以试一下 滑鼠滚轮往后跟往前 看一下你的黑板有多大 然后呢 你可以用这只手 去移动你的画布的位置 好 好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常用的功能 那个未来如果 好 未来如果 你们有跟MyUbo合作的话 他们上完原系要交作业 那这个 刚刚我们前面讲那三个例子 还有一个 还有等一下我直接示范 这几个例子 如果会你第一次的作意就没问题 那你只要做一份 那个自己的讲义 然后到时候去报告 然后他们就会送你一台 14寸的触控的平板 不过现在第一批的老师已经 索取完了 第一批30人已经索取完了 那之后还有没有后续的专案就 可能老师要跟那个李大任 标语处李大任问问看 看何时还会有第二批的教师的 这个专案可以申请 那如果有的话 以后你就 你会做就比较有机会了 好 那这一个是叫做无线画布的功能 那我在demo另外一个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我就直接做给老师看 我们刚刚讲那个俄罗斯轮盘 就是比如说我要选 分组讨论要选题目 或者是选主别 哪一组做什么 哪一组讲什么题目 那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公平的 选择的方式 那除了这一个白宝箱里面 它的工具里面除了有这个骰子之外 这个骰子就是一般的骰子 你可以拿出来直接可以用 然后这骰子除了点数以外 它也可以自己制作 自己制作呢 你按设定 然后按这个工具把它打开之后 它会变成六个格子 那你只要把你的图拉进去就好了 拉进去 比如说 稍微做一下 很快的做一下 所以你要做自己的骰子 也是可以的 就把它放进那个格子里面 然后它也可以用英文字 也可以放图片 放图片把它变成灰色 再放进去 好 那有不过有时候 可能电脑的关系 它会有点不太听话 你可能要再多试一下 好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自己做 那自己做怎么弄 好 自己做呢 我是这样子做的 给各位参考